南方澳大橋的悲劇啊 部長說徹查到底 究竟無上限啊 這個基本態度我是肯定的 那這個事情發生 到現在我大概 調查的範圍從南方澳大橋 逐漸擴及到全國 但是南方澳大橋這件事情 追查了水落水疏 所有要負責任的人通通都不要跑 這個是我最基本的態度 我先帶部長看 我過去這段時間來陸陸續續 從很多不同的管道我所拿到的 資料這些資料都是真的 第一個 設計雅興工程公司 建造雅興工程公司 這個南方澳大橋 它吊柴的材質 是鋼籃 吊柴的材質是鋼籃寫得很清楚 然後呢在那個懸掛的 橫樑上面有一些拱橋 有一些斜張橋有橫桿 但是它在這邊橫桿的材質 代表了這個橋是沒有橫桿的 因為那個照片我大概都看過 確認是沒有橫桿的 好 在這個基礎資料之上 我看到2016年 所做的檢測報告 來 部長您先看一下 橫桿 D等於1 1是什麼 1是良好 等於是一個不存在的橫桿 它上面的檢測資料D等於1 一個不存在的橫桿 檢測出來的結果是良好 那第二個 調柴鋼籃它第一也是寫等於1 等於是調柴那個鋼籃 也是寫良好 好 現在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不存在的橫桿 上面寫1 那那個調柴它怎麼檢測的 它有沒有檢測 那我了解到的狀況 是根本沒檢測 那為什麼我敢說它根本沒檢測 等一下跟部長報告 是 我這個禮拜初的時候 我有問次長 黃玉琳次長 我是說這個不實的記載 是誰寫的 次長跟我說很快會有答案 到今天有答案了嗎 這個是宜蘭縣政府做的檢測的那個報告 是 那是誰寫的 填寫它應該就是委外嘛 應該就是執行的單位 那對 執行的單位上面 上面寫一個陳明正 下面有兩個檢測員 但是實際的行為人是誰 這個東西是誰填的 因為我那天在質詢的時候 我有秀給次長看 是 陳明正的團隊所做的各式各樣光怪陸禮的橋樑檢測 有照片跟臉合不起來的 有同一個名字不同照片的 有同一張照片不同名字的 亂七八糟全國的橋樑檢測 但是我還是回到南方號大橋這邊 好 上面這個紀錄是誰紀錄的 到目前為止 部長掌握這個訊息沒有 當然是檢測員嘛 現場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上面寫檢測員 現在我在講的是 執行者 現實上 是誰去檢測的 是誰填的 這個事情 資訊部長掌握沒有 因為這個 我們的資料跟你一樣 是書面這些東西 是 那現在宜蘭縣政府 我們要求他一定要出來做說明 是 至少要先同意委員去調閱 是 這些資料 我也建議如果大院能夠做出決定 因為包括我們交通部一些同仁 他包括法規研究都有一些 這個他們的看法 我等一下 我的看法是不一樣 馬上會帶部長 看整個法規上面的研究 是 黃林市長跟我說 因為我那天說要調查 徹查的事項 他那天都跟我承諾了 一個禮拜之內 他說會做出來 那我就靜靜的等一個禮拜 但是我先跟部長講 你說要徹查到底究責無上限 這個我都肯定 但是我希望 要落實 因為現在宜蘭縣縣長 他為什麼躲起來 下面的公務員 為什麼我調資料 調了半天到今天都不給我 宜蘭縣政府該被譴責 我從開記者會到公開發文 我譴責宜蘭縣政府恩賜了 再繼續躲啊 包括昨天新北市 新北市我一樣譴責啊 我拿出白紙黑字的資料 QC跟QA可以同一家廠商做 莫名其妙 沒關係他們繼續躲 但是我們中央政府 要有我們中央政府不同的格局 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自我要求 我們做的就是比地方政府好 我們的擔當就是比地方政府好 我們絕對不會顯現出來 地方政府要互相踢皮球 那種推偉色澤的態度 這個是我對於部長的期許 好接下來 這個鋼結構的拱橋 我問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這些照片 都是有人去橋上拍回來的 我近距離看了這張照片了以後 我就知道 目測的檢視法 這種鋼結構的橋 絕對沒有辦法去做檢測 現實上 他們也沒有帶那些儀器 去做應該要做的檢測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如果檢討現在的事情 是避免以後再發生相同的悲劇的話 部長您知不知道 你們公路橋樑檢測及補強規範 就是剛剛部長說講到法規的部分 是 我一直在問是誰負責的 公共總局 就各個局勢都說不是他們負責的 他們說這個是不負責的 最近一次修帝 部長您知道什麼時候嗎 去年 去年嘛 去年十月嘛 對 起早這個規範研究人員的成員 叫陳明正 就是做出這個虛偽不實的報告 騙及全國 帶著他的團隊做出虛偽不實報告 最初的草稿規範 就是這位陳明正先生 他有參與的 好 按照你們現在的規範 部長 鋼橋這樣子的結構 按照你們去年十月的規範 因為你說要側查全國的橋樑嘛 交通部暇下 這我都贊成 但是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我擔心的是 按照你們現在所拿出來的這個規範條文 上面所定的基準去規範 去做檢測 還是沒有辦法檢測 部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這是基本規範嘛 那就是說它是比較原則性 那本來針對一些特殊橋樑 或說不同單位管的橋樑 是不是要再增加更清楚 嚴格的要求 部長我就直接給一個最直接的建議 是 既然這次要檢討 連這個規範啊 就也一併檢討 因為我看過了啦 鋼結構的那些斜張橋拱橋上面的規範 上面的規範 雖然是去年才修的 我還是跟部長報告很粗糙 如果這個規範是我們現在要求的標準的話 我會很擔心 接下來要怎麼辦 好 但是我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有一件事我沒有辦法接受 該誰處理的誰處理 2016年11月以後 就移給港務局了嘛 就移給港務公司了嘛 我那天問 2018年 2016年宜蘭縣政府通知了港務公司 是 2018年港務公司該做沒有做 我那天請航港局的局長回一副 說2018年為什麼沒有做 他當場喔 站在你現在的位置上 跟我裝傻 說這個要由港務公司來回答 我為什麼說他當場跟我裝傻 因為這個航港局的局長 他2016年到2019年 就是港務公司的總經理啊 他不知道誰知道 他要推給現任的總經理說 我2018年為什麼沒有做 那天這個答案喔 他站在你現在站在的地方跟我裝傻 說這個要問港務公司的 當初港務公司的總經理就是他啊 是 我同意委員啊 這樣的態度對嗎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從2016年 當宜蘭縣政府他們 已經清楚知道 這不是他們全管 那交給我們的港務公司 我們自己啊沒有用嚴格的標準 去對特殊橋樑 進行檢測或維修 從那個時候開始 在港務公司的主管人員都有責任 好來請吳董事長 不好意思你的時間已經到了 不好意思剛剛科委員 你給他延長那麼久 我坐在下面等都沒有講話 我是因為已經12點半 還有一個委員在的站 再兩分鐘 再兩分鐘可以嗎 來請吳鴻謀董事長 當初你是港務公司的董事長吧 我是那個 你2017做到2018我幫你查過了啦 沒有我106年的11月23到107年的7月 對嘛就2017到2018嘛 你這樣講是兩年啊 對嘛 好那我就問你嘛 2018為什麼橋樑檢測沒有做 那天10任的總經理莊撒 你是當初2017到2018 因為2018要做 2017就要開始規劃了嘛 就是在你任內啊 沒有做這件事情你不用負責嗎 這個華國瑜我要跟你說明 像這個案子 我們在當時的港務公司的總經理 他們經理單位 事實上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董事長你被蒙蔽吧 根本沒給你這個資料嘛 對現在這個有制度面 跟所謂執行面的問題 對嘛 現在我在講的就是執行面的問題嘛 對 現在的港務公司董事長下台了 您知道嗎 我知道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要下台 他自己要負政治責任 那他應該要負政治責任嘛 當初該做沒有做的人要不要負責任 對這個現在我們交通部 現在已經責省小組在追究責任嘛 沒有啊現在很清楚啦 該做沒有做這是事實嘛 然後當初的總經理 現在當航港局的局長 我那天問他在台上裝傻 當初的董事長是 你所以我今天才借這個機會請教您啊 該做沒有做應該要負責任 那誰要負責任 現任的董事長負責任 當初的董事長不用負責任 這樣對嗎 來請部長 來 現任的董事長我為什麼會同意他辭職 就是因為我發現 2016年 宜蘭縣政府已經把這個檢測資料交給港務公司 所以我了解 從那個時候開始的責任我們都在釐清 也要追究 那因為馬上嘛 董事長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我們當然 因為主席已經站起來 今天我怕講得很清楚了啦 現在的董事長下台承擔政治責任 這個我肯定 但是也有很多港務公司的員工啊 在幫他報區啊 所以他那個就之前的人的事情嘛 之前的人的事情 一個總經理 現在當航港局局長 我那天質詢問他裝傻 董事長我今天請他上來了嘛 他也承認嘛 應該要做嘛 沒有做嘛 然後他說現在要推給小楚來釐清責任 我都不知道這個責任已經這麼清楚還要釐清什麼 沒有關係 我尊重部長的職權 你要調查事實要釐清責任 該負責任都要負責 這個都是部長說的 我願意相信你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給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蘇澳的這個 這個 就是所屬的南方澳的這個大橋 他是歸基隆這個分公司管 但是這個資料當然 這個直接責任當然是基隆分公司要負很大的責任 然後上面的總經理 那麼沒有去救原來這個部分的橋樑 屬於港務公司全管 七年了 不是只有這一座橋 還有其他的 對啊 所以責任就更重啊 所以就也有責任 甚至是這個之外的責任 那董事長 如果當時有督導不周 一併也是會有責任 這個就是很清楚 所以我請教你什麼時候 剛剛你講的內容 我基本上都贊成 我們因為現在也在釐清所有這些事情 包括這些調閱文件 那我們內部也有一個就是專案小組在進行 我想會盡快的來跟委員報告 最後一句話就好了 部長您回去瞭解一下 當初港務公司既然接受儀餘館 設計合約監照合約驗收紀錄送審施工圖 港務公司有沒有 第二個 運輸研究所橋樑工程研究中心 有沒有留存南方號大橋所有的設計 跟施照資料 這個請部長可以去了解 是不是請主席給我30秒我回答一下 因為一般人對我們交通部的運援所 他在做了這一個就是台灣地區橋樑 這個管理資訊的系統 是提供一個平台 那要由全管機關他來登陸 部長請仔細看 現在我在跟你講的 不是橋樑資訊管理系統 現在我在跟你講的是 運輸研究所的橋樑工程研究中心 有沒有留存這些資料 我只是請您回去瞭解一下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的沒有人在追這件事情 但是橋樑工程研究中心 有人就跟我講了 奇怪怎麼都沒有人來追我們 這些資料在我們這邊應該都要有啊 所以我今天才利用質詢的時間 特別提醒部長 運援所的同仁有沒有把完整的資訊跟你講 我不清楚 但我基於善意 提醒部長去追 橋樑工程研究中心 有沒有留存這些資料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既然要調查要徹查 你如果連基本的資料都沒收集的話 如何調查如何徹查 我簡單的委員報告 我已經有責稱我們同仁去調 就是南方澳大橋從設計 監造施工驗收到後來尾管的資料 現在外界只把中心發在尾管 那不代表其他的階段 你講得非常的好 那資料調到沒有 我要了解他們參加的情況 好 沒有關係 我會後再跟部長了解 謝謝 還有補充一下 今天我們早上 我們交通部有邀請所有縣市 針對他們的全館的橋樑 資訊要對一下 然後更新 這個部分我們會做一個公佈 今天的開會結果 謝謝 那就麻煩部長 因為也不是他關心 其實所有交通委員會的委員都很關心 我們接下來請求我們許淑華委員